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前幾天出了一集 叫做 傻大者辦公室生存實錄 很多聽眾聽完之後 很有共鳴 都留了言給我 所以今天 夜精靈決定讀一讀大家的留言 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其實夜精靈一直都有偷偷看大家留言的習慣 有時候 其實也有機會 我會回覆你們留言 不過當然你們不會知道我是誰 我也有試過跟許樓山說笑 嗯 其實我的 呃 可能有很多水分 因為我自己都經常會按進去看 今天想讀一讀大家的留言 首先就是 Alice Mac Alice就說 對於辦公室的主題 就覺得很有共鳴 亦都令到她想起她辦公室的情況 她就覺得 喜歡靜一點的環境之下工作 但現在 一些比較年輕的員工 都很 整天呢 呃 那 其實 我們不要說 年齡啦 即是不要用年齡來分 其實呢 我也發覺香港人 是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那很多時候呢 呃 做錯 即是不要說做錯事啦 我其實呢 都聽過 有很多朋友 去信 那他們就會說呢 好像在工作上面 經常都會遇到一些不願意的地方 那 於是 其實 一類型的問題 是會不斷地重複發生 無論她轉工也好 還是怎樣 都是會跟著她的 其實呢 有時候我聽到 都會沉默了 因為通常呢 如果發生一些這樣的情況 很多時候的問題呢 都是出在自己的地方 但是呢 這些朋友呢 基本上都 呃 不會 去想 其實是不是自己有問題 他只會覺得呢 是身邊的人有問題的 這個人又不好啦 那個人又壞啦 他又錯啦 唉 我真的不幸運了 我預計的人呢 每個人都這麼壞的 這樣 那這個呢 都是 在香港幾常見的現象來的 也都因為這樣呢 其實香港呢 都很多人呢 是做事 做得不開心 跳槽走的 那麼 野青力呢 就有一個親戚呢 就很有趣的 他基本上呢 每兩年呢 都會轉一次工 那 經常都會聽她說呢 就說 哎呀 身邊呢 很多是非呀 很多小人呀 公司裡面呢 那些 那些 有多八卦啦 經常就說人是非啦 又搞小圈子啦 諸如此類的 那當然 我都相信呢 其實我 為什麼會說到這裡呢 因為呢 就我記得應該是 Sylvia 都有提過 類似這樣的問題的 就說呢 好大部分 公司裡面 好大部分都是女性啦 那小圈子有多 是非有多啦 這樣 一句話不對就 reloop reloop 這樣做半天啦 那其實呢 那 其實呢 也是的喔 原來呢 是非呢 很多是 即是不要說 人多是非多啦 其實人少呢 都可以很多是非的喔 就算少到 說公司裡面 只有三個人都好 三個人呢 都可以有 是非和小圈子 所以呢 其實呢 是非和小圈子呢 就是 不關 人多人少事的 那 去到呢 就是 我剛才說的 親戚啦 那他經常都會遇到 這樣的問題啦 那 做事不開心 就會轉工啦 那 如是就是呢 其實 基本上 每份工作都做不長的 那 其實 剛剛 我也提過啦 如果有一些事呢 不停地 重複發生 會不會 可能 自己都有一個問題 在裡面呢 那 又或者 其實 我發現呢 如果你遇到 其實我們人生上 遇到的所有問題呢 都 可以是說 是一個考試來的 那 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 身邊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有一個考試 那我們呢 就逃避 不去面對 那你遇過了啦 於是 你就轉工啦 又或者 會 做其他的 方式逃避了啦 又或者 可能 你 因為那件事 做了一些 很負面的決定 或者 做了一個 很負面的動作 那 就是你考試 要不就逃避了 沒有去考 又或者 你考試不合格 那 你就會發現 這件事呢 是會不停不停地回來的 那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呢 這個呢 都是 我身邊有人提醒我的 那 每一個人呢 其實 都會 發現 如果你細心發現 你想回你以前 你就會發覺 有一些 類型的問題 是 會 重複地發生 還要 在 人生不同的階段 用不同的形式 去發生的 那 而這些呢 就是考試啦 如果 如果你能夠 面對 這個考試 正面去面對 以及 正面去解決 這個問題 學會怎樣去應對 這個問題呢 那 除了一個人會成長 之外呢 那 亦都反過來 你已經 考試 過了 就不用再補考了 那 夜精靈就是 用這個心態 去面對 人生和工作上的問題 那 我都希望呢 各位 如果下次 真的遇到 這些情況 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 當然就 不要 變得很負面 覺得自己 哎呀 這麼黑仔啊 為什麼我這麼慘啊 為什麼我 我經常都遇到 這些問題啊 那 真的不要這樣 去想 第一件事 是想 啊 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 嗯 去 度過呢 或者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呢 或者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 自己的一個 逆境 可以 扭轉變成一個 順境呢 那 如果 真的 都想不到啦 身邊有沒有一些 可以信任的人 你可以 跟他 溝通 跟他聊聊呢 那 那 相信呢 其實 都對自己呢 是會有一個助益的 那 也都希望呢 各位 如果遇到這些問題呢 都可以順利地去解決啦 那 Cat呢 Cat呢 就說啦 辦公室生存呢 主要的規則呢 都是需要大家合作和互動 如果能夠時常呢 向別人伸出援手呢 一定會很受歡迎的 那 這一個呢 其實都是夜精靈的信念來的 那 我就覺得呢 其實 不要說 能者多樂啦 那 不過 可以說 嗯 我又不要說 施比手更有福 但是 自己如果有能力的話呢 有時候幫一幫 提醒 都是結一個善緣的 那 當你 人緣比較好 那 身邊呢 其實也會多了助力的 那 那 那 是不是說 一定 幫忙 就會有好回報呢 那 都未必的 其實身邊的人呢 可能都會覺得 嫌棄 覺得你多事的 那 那 夜精靈有沒有 有過這樣的經歷呢 其實都有的 有時候你是好心想著 自己 是幫一下人 那 但是 人家又未必會領情的 那 夜精靈通常就會怎樣呢 就是 我都跟自己說 是 問心無愧 就是 如果 因為我呢 都是一個 比較 不抵得頸的人 就是 有時候呢 你在旁邊見到一個同事 哎呀 為什麼他這樣呢 那你又覺得 不如看看他吧 不如幫忙吧 有些事情我做到的 我幫幫他吧 那 有時候都會是這樣的 那 如果 有些 例如做了 呃 人家不多謝你 但是 至少呢 你自己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我都 這件事就解決了 那我就不會再去想 我同事 他覺得 多不多謝我 那 那 呃 例如舉例 嗯 早前呢 就發生了一件事的 那 就是 以前呢 夜精靈呢 就有其中一個工作呢 就是會 看著我們部門呢 有一個 油箱 是專門收一些 外來的信件的 那 那我們呢 就會將這些 信件呢 就會分發給 相關的部門 那 那 呃 之前幾個月之前呢 其實夜精靈有一次呢 就見到 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信件來的 那 其實呢 過往以來 過往幾年呢 呃 夜精靈呢 都是有做這個動作的 那我從來呢 就是每一隻 郵件呢 基本上都 會看完 每一天都會看完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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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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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知道是甚麼之後 我就沒有理會 因為我覺得同時會處理 我也沒有特別在意 去看看同時有沒有 把這個 郵件轉發出去 其實 我偶爾會發現 同時 可能新接受 忘記把東西分發出去的時候 我都會看一看 又不知為何那次 所以神推鬼怨 看到 但我沒有出聲 想同時會做 如是者幾個月過去了 突然有人打電話 給野精靈 跟她說 喂你們有個費用未交 已經 已經過期了 你們何時交啊 野精靈就打了 咦 因為如果是一個 信件 因為 我上次也有說過 因為野精靈也是一個 老海鮮 那收件的姐姐 跟我很熟 所以 她一收到信 第一時間就會交給我 那我就說 咦我也沒有見過證本 那 那 電話那邊 就說 其實你沒有收過證本 也不要緊的 我們 是又給你一個 email 那 我說 咦是什麼 我先檢查一下 於是她就 趕了時間給我聽 我就找到 這一封的email 當時我一看 心裡就沉了一沉 因為這個email 我是看過的 我是見過的 但當時 我當然沒有處理 因為已經不關我的事了 但同事有沒有處理呢 我就不知道 那於是 追查之後 當然就是同事就忘記了 那公司就漏了 加了一個費用 那當然 老闆就因為這樣 而震怒 覺得 哎呀為什麼這麼小事 都做不好呢 那 那 雖然呢 整件事裡面 也都沒有人掛責 野精靈 老闆也都沒有說過 甚至老闆也說 為什麼以前 你做的時候就沒有留 現在做就有留呢 那 那 那 在 我心目中 就覺得 我也會有責任 因為我看到 但我沒有出聲 同事 我的心裡 就會有點不安樂 那 我覺得 因為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可能 有些人會覺得 多事也好 那 最重要 但求心安理得 如果 做了這件事 會令我 覺得 心裡比較舒服 我就會去做 那 就好像那次 那樣 我覺得 同事會處理 就是 有點 那 那 那 自己沒有去做 那 那 發現沒有做的時候 心裡就會覺得 不舒服 那 那 另外呢 我還看到有個留言 我想說 那 但是呢 因為 時間 所限 那個留言 我又覺得 可以多說一些 那 我就留下 再開一支節目說 那 那個應該就是 ABC的留言 那 最後的總結 我想 那 Chang Peter這個總結 我就覺得 是 最貼切 他就說 即場 就好像森林裡面一樣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 有好的 有壞的 有兇猛的 要生存 你就要小心留意 身邊每一個人 那種的學問 並不是三言兩語 可以解釋清楚 我想 你們要衰過 交過學費之後 就會變得成熟 做到適者生存 至於 會變成什麼類型的動物 就要看自己的修行 其實呢 即場 都是一個修煉場 是我們人生裡面 一個 修煉的地方 有聽眾 就說 哎呀 野精靈 你太油 你太軟了 無論性格也好 說話也好 你太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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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到這裏 夜精靈就要笑一笑 那 那 我都 要跟大家 坦白地說 大家 不要被夜精靈 這個 假象欺騙了 其實呢 其實呢 我之前呢 曾經 如果大家有記得 我和社長有錄過一支節目的 那當時呢 其實呢 我就和社長說 嗯 其實呢 我都應該不會做Live的節目啦 我應該都是 寫廣告自己錄好給你們啦 那樣 即以前 那為什麼呢 我說 我也怕呢 我的形象呢 會被破滅了 因為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野精靈的性格呢 就是那些 好爐 啦 好爬 啦 會罵人啦 那些人來的 大家是不是想像不到呢 是啊 所以你們工作上 不要遇到我啦 我是好恐怖的 呵呵 那呢 今晚就說到這裏啦 祝大家好夢 晚安 鐘 哈 熊 你 還不認大家